宋威龙,谭松韵,张星成,蒲松岩,孙一主演的情感剧以家人知名正在热播,随着剧情进展,不断掀起讨论热潮,尤其是林家妹妹谭松韵受到特别关照,被何炅夸赞,竟然还上了热搜,何炅虽然有点蹭流量的行为,但是不少人却没有怪他,因为何炅在业界一直有非常好的人员,这次蹭热度也非常搞笑,不过搞笑的背后,还有一层盖不住的感动,从何炅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, 他虽然表面调侃自己约赫紫秋的画神似,可以这人挡不出何炅,在为谭松韵铺路宣传,这无疑是何炅对谭松韵这位妹妹贴心的关照,说到谭松韵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,在演艺圈众多小花中,他的演技算是数一数二的,近期变有许多受欢迎的电视剧都是由他主演,就像《简易之下》《以家人之名》等,而一部剧能够受欢迎,主演的演技起到很大部分的作用, 谭松韵一直以来都是一个,十分爱笑的女孩子,无论遇到什么都是爽朗一笑,但尽管是在乐观开朗的女孩,还是会遭遇到失去笑容的时刻,而谭松韵的那一时刻,是自己的母亲据事之时, 因临节假日,谭松韵的妈妈不幸遭遇车祸,不知身亡,这件事情对于谭松韵而言,已经是一件打击重大的事情,但是有些网友偏要火上浇油,以一张照片随意造谣,及与欧豪共用晚餐的图片,传言谭松韵在母亲去世不久便私会男人,而事实却是这张照片源自于两人,合作聚杀亲之时的进餐,是在谭松韵母亲去世之前就发生了, 而且两人的关系是朋友同事,绝非情侣关系,然而有着网友却凭此造谣,或许与他们而言是无关痛痒的事情,但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亲人的女孩子来说,这该是多大的伤害啊,所以在那段时间内,谭松韵脸上,如阳光一般的笑容消失了,并且变得沉默寡言,这在向往的生活中她便有体现,很多时候她都是看着他人玩笑,自己静悄悄地看着,而后,何老师对这个女孩感到心疼, 于是在节目里为她澄清,为她说话,这可以看出何老师对这个女孩的疼爱,除此之外,在以家人知名热播之时,谭松韵频频上热送,而有一次是何老师发文称李尖尖,也就是谭松韵饰演的角色,所画的小哥很像他,这可以看出何老师是一个,绝对迅速的冲浪少年,同时也体现了何老师对这个女孩的关注,何老师认识娱乐圈很多人,或许是尊重,或许是朋友相待, 同时还有很多人成为了她疼爱的对象,而这些人必定有遭人喜欢的地方,这也反映了谭松韵是一个多么遭人喜欢的女孩子,如今,已经是谭松韵母亲去十多年之后了,谭松韵渐渐地走出来了,她又恢复成那个爱笑的女孩,近期她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,正在热播之中,也就是奇妙小森林,一个已带娃娃接触, 在自然为主题的综艺节目,每个萌娃都很可爱,同时哥哥姐姐们每个人都是很美好的,所以这档节目相当质疑,而谭松韵在其中的表现,则是无比轻松自然,她会坐在远处看着小朋友嬉戏,小朋友笑了,她也就笑了,这种画面真的无比美好,但是在很多时候,相信这个女孩还是会想起自己的母亲,一个生自己养自己的至亲之人, 在奇妙小森林中萌娃问谭松韵的妈妈呢,谭松韵只是笑而不达,在一家人致命中一个,朝着天空大喊妈妈的时候,花絮中哽咽的声音让人心疼,但是离开的人不会回来,而生活的善意却可以治愈任何人,就像何老师对谭松韵这般,在她经历此般磨难之时,何老师会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,会为她打抱不平,为她澄清,同时,平日里原称印和父亲的黄老师,也在遇到这种的谭松韵之时, 也变得无比柔软,亲身安慰这个受伤的女孩,并且悄悄地做出一桌谭松韵喜欢的饭菜,在谭松韵再次来到蘑菇屋做客之时,他们也精心尽力用快乐感染,不提之前的一切伤心之时,细腻地观察谭松韵的情绪变化,这又是何老师的一次温柔,如果生活中处处有何老师,黄老师之类的人,那么无论什么伤口都会被治愈,要不然,谭松韵怎么会复回那个暗笑的她,希望谭松韵能够被真正治愈, 能够随时随地阳光的笑着,今后变得越来越好,这样美好的女孩值得更好 seinemасс苦的两条隔温都会被二手使得更好,这样美好的女孩值得更好,这样美好的女孩值得更好,这样热情的故事 这样用摩天后,跟您都提供的女孩值得更好,这样美好的女孩做一只事,ипят你这么多了,不然,小我如此,这样说用你只要带太多变化,请你这么多了,那么少了,这样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